种子资源是我们育种创新的一个物质基础 那么突破型新品种的育成 取决于育种家对这些优良种子资源的发现与利用 中国杂交水稻的研究成功 主要得益于野败细胞质不育种子的发现 和东南亚国家国家地区 恢复起种子资源的有效利用 那么种子资源具有区域进化的特性 特异性种子是一个地区生物利益和非生物利益 长期胁迫的一种进化的结果 那么一个国家和一个地区 很难拥有所有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种子资源 中国的杂交水稻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 目前我们拥有世界最优秀的杂交水稻种子资源 那么这些种子如果与东南亚 南亚的一些地方优良的品种杂交 那么对加快杂交水稻品种的培育 无理是会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所以说种子资源国际活作 对促进优异种子资源的交流 优异基因的挖掘或遗传改良 加快突破性品种的培育 确保世界粮食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